2014年,马航370离奇失联,至今依然无法确认失踪的原因,很多做父母的当儿女的还在等待失联飞机的消息,他们相信一定会有一天失踪的家人会回到他们的身边,因此对于马航公司高达数百万的赔偿,他们始终不愿意接受,甚至有些人直至去世都不肯接受,坚信失踪的家人会回来。 那么七年以前,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编号为370的波音客机是怎么失踪的?这七年时间又经历了怎样的救援和寻找?对于高额赔偿金始终不为所动的遇难者家属们,现在都怎么样了? 2014年北京时间的3月8日0点41分,一架波音客机从马来西亚起飞,执行去往北京的飞行任务,因为是飞北京的飞机,所以除了飞机上的12名机组人员,227名乘客当中中国人居多,有154名中国人,其中一名还是台湾同胞。 飞机起飞以后,200多人都在忙着自己的事,可以想象当时飞机上的情况,有人拿起了书本,借着机舱微弱的光看着杂志,有人闭目养神,盘算着自己给家里人带的礼物,有的人已经拿出随身携带的电子设备,处理起积压下来的文件。 所有人都在或平静或憧憬地等待着,五六个小时以后就可以在黎明的北京落地,然而起飞约40分钟以后,飞机就和地面失去了联系,不仅通信无法连接,连雷达信号也消失了,一直持续到天亮以后,也就是原定到达北京的一小时以后,这架飞机上面可供飞行7小时的燃油也应该耗尽了。 发现飞机失联的情况,中方和马来西亚启动了紧急应急机制,一边组织搜救,一边给飞机上的乘客家属报信,并做好安抚工作。 随后的时间里,包括中国和马来西亚在内的多国,派出搜救人员找寻失踪飞机和乘客的下落,但是都没有获得任何有用的信息,更别提找到失联的飞机了。 之后的几年里,尽管寻找马航370的搜救工作因为各种原因断断续续,但始终没有停下来。 直到2018年11月中旬,马航公司和遇难者家属见面,宣布月底将解散调查队,交给航空事故局调查。 遇难者家属们只得到了一摞厚厚的英文调查,报告和不再搜寻的噩耗,心里最后的希望也被迎头交上了一盆冷水。 对于和飞机一同失踪的遇难者,马航公司给家属们提供了高额的赔偿金,希望以此来安慰遇难者家人们的心,让这件事情做个了断。 但是见不到活人,也没有见到尸体的家属们,绝望之余还抱有希望。 在残酷的现实面前,他们拒绝领取数百万元的赔偿金,他们认为自己的亲人还活在世界上某个未被找到的角落,不能因为高额的赔偿金就放弃寻找至亲。 一位老母亲泪如雨下,我儿子还在,不能为了两百多万块钱,就把他卖了吧。 而一位母亲失踪的女士,也坚持要找到自己的妈妈,再难也不放弃。 听着他们的话,就让人揪心难过,不忍之事。 七年时间,两千六百多个日日夜夜里,遇难者家属们经受的煎熬和绝望,我们无法感同身受。 年过六旬的苏二友,是一位遇难者的父亲。 在儿子乘坐的飞机失踪以后,这个大半辈子固步自封,安稳生活在邯郸的农民,每个月都要和老伴坐火车到北京去,给自己的儿子讨个说法。 为了省钱,在邯郸去往北京的绿皮火车的硬座上,经常有他们老两口的身影。 因为舍不得住宿前,在火车站的后车厅里,他们凑合了不知道多少个夜晚。 尽管生活十分拮据,但是苏二友依然坚定地拒绝了252万元的赔偿款,他觉得收下赔偿的钱就是把自己儿子卖了。 在平时的生活里,苏二友每天起来都会修改记录,儿子失踪天数的记事版,每周他都会拨打儿子的电话,尽管从未得到回应。 面对宛如天书的全英文调查报告,他和老伴强迫着自己学习英语单词,然后阅读报告,希望可以找出哪怕一丝一毫的线索。 如果儿子没有出现意外,并不富裕的苏二友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离开邯郸。 但是儿子失踪以后,他就和其他遇难者家属一起飞出了中国,全世界寻找儿子的踪迹。 在马达加斯加的丛林里,苏二友只要看到野果子,就会摘下来吃,和他一起出行的人就问他,你就不怕有毒吗? 苏二友回答道,如果我的儿子漂流到这样的环境里面,不也只能吃这些求生吗?我先给他尝尝,看能不能吃。 尽管儿子失踪以后,死记仿佛已经成了家里的常态,但是他坚信只要自己不放弃,有朝一日儿子一定会回来。 肌肤的痛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, 但心灵的痛苦却始终无法减轻。 马行乘客的家属们还在苦苦寻找走势的亲人,还默默愈合着,因失去亲人而造成的心灵伤口。 可是有的人却再也不能寻找,不能等到一家团聚了。 李秀之是一位母亲,他的女儿是他最亲的人,从小乖巧上进的女儿是李秀之最大的骄傲。 为了把女儿抚养成才,李秀之把房子都卖了,只为了供女儿读书。 而争气的女儿也最终成了一位优秀的外语翻译。 李秀之把女儿供出来以后,最大的心愿就是看着女儿成家。 而出差完以后,乘坐马行回家的女儿也是准备回家结婚的,了解妈妈一直以来的心愿。 李秀之准备好了女儿的嫁妆,就等着女儿回家。 可是女儿没等回来,却等来了巨大的噩耗。 女儿和马行一起不知所踪以后,身在河南的李秀之不停地一遍一遍去北京找女儿。 只要是有可能打听到女儿下落的地方,民航总局、外交部、大使馆,他不知道问了多少次。 李秀之说,我就判个准信,什么时候才能把我的女儿要回来? 李秀之总往北京跑,因为这个始终牵挂女儿的老母亲,认为女儿要是回来,一定会先到北京。 北京是距离女儿最近的地方。 2018年,家属和马行调查组的见面会上,当听到调查组即将解散的消息,而手里只得到了一堆看不懂的英文调查报告时,李秀之难以接受,晕倒在了现场。 手中的报告也撒了一地。 对女儿的爱,让李秀之长时间食不下咽,请难入眠。 漫长无休止的等待,最终压垮了李秀之。 本就抱恙的身体,再加上女儿遇难毫无消息的精神折磨,让李秀之带着无尽的失望和痛苦,离开了这个世界。 东北一位大姐从东北来到北京,在北京租了房子住下来,一有空就去马行讨要说法,她也要把自己的儿子要回来,这一待就是两年。 也许是过度的伤心,周围来自东北给儿子讨说法的大姐查出了癌症,而且还是癌症晚期。 面对天价的治疗费,她也不曾和马行妥协,收下赔偿款去治病。 她觉得这是儿子的卖命钱,自己要儿子,绝不要钱。 东北大姐回东北,准备卖了房子治好病,再来讨说法。 令人心痛的是,周围大姐没来得及卖房子就去世了。 在等待一个结果,自己也苦苦寻找了七年的人当中,有一个叫江辉的中年人。 七年前,她去马来西亚旅游的母亲,回来的时候乘坐了马行370。 得知飞机失踪的消息,江辉放下工作去寻找母亲。 为此被公司辞退,她还和公司打了官司。 最后官司赢了,她却没有再回去工作,而是踏上了满世界寻找母亲的征程。 靠着自由职业的微薄收入,江辉踏上了寻找失踪飞机的旅程。 她一边担任马行370家属联络群的群主,组织群里面的人一起向有关部门提交家属意见的文件,一边不间断地寻找失踪的母亲和飞机。 澳大利亚,马达加斯加,毛里求斯,只要有可能的地方,她都会逐一寻找。 可是历经千辛万苦,万般努力,他们也只是2016年的时候在马达加斯加找到了一小块飞机残片。 后来根据鉴定的结果,这也不能确认就是马航飞机的残片。 虽然如此,但是江辉和其他一起坚持寻找的人仍然不放弃,他们坚持不见亲人,绝不放弃。 江辉和其他遇难乘客的亲属们成立了基金会,募集资金继续寻找亲人的下落。 尽管这是一个周期长,结果不稳定的事情,但是他们说,时间是他们唯一的武器,要一代人一代人搜寻下去。 神话里的鱼工坚持衣衫感动了天神,把家门口两座大山搬到了东海。 和马航一起失踪人员的亲属也在坚持寻找亲人,他们一定可以等到家人回家。 马航失联调查组虽然已经解散了两年多的时间,但是对于失踪亲人的寻找,家属们从未停下。 他们不要巨额的赔偿金,也不要只能说明调查无果的报告。 他们要的是一个亲人回来的希望,寻找飞机也许还有很长的路要走,但是他们始终相信,经过自己的努力,飞机可以带着家人飞回亲人们的身边。 感谢观看